南方昨天有民眾直擊草屯鎮一輛煙酒貨車疑似車頭和車身前後位置偏移 歪歪斜斜的開在路上非常的危險 修車廠業者初步推論疑似貨車後輪軸的螺絲斷裂 才會造成車輛這樣子歪一邊行駛 在滿酒類的貨車在路上搖搖晃晃 車頭和車身前後位置偏移 如滑步的方式歪歪斜斜的走在路上 酒瓶隨著車身起伏晃動 讓後方的車輛捏一把冷汗 就怕遭到波及抓準時機趕緊超車 南投民眾17號開車行進草屯鎮草溪度時 直擊這部貨車的怪異模樣 拍下直呼根本是滑步煙酒車 很像是螃蟹在走路 可能比較重的關係 車身好像不太平衡 它再重不平均 後子走螺絲斷裂 然後跟著車子的前進導致 然後後面較得很偏移 修沛廠表示疑似是後輪軸的螺絲斷裂 才造成車身歪斜行駛 雖然沒有立即的危險 但仔細看 車上一箱箱酒瓶搖搖晃晃 就怕沒有綑綁牢固 摔落一地造成危險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30條一項7款 載運輪客不穩妥有明顯危險 警方表示貨車的行為已經違法 最高可處一萬八千人的罰款 提醒駕駛還是趕緊送修 保障幽路人的安全 也守住自己的荷包 解釋成南投報導